大家好,歡迎來到財富BB班 如果之前單購過三小時講義的網友 又想收看之後的補給堂update 機會來了 最新的六小時一至十五集補給堂經意上架 如果從來沒有訂購過課堂 我們也推出了最新的完整九小時 講義加一至十五補給堂 這兩個產品經意分別在財富BB Club 以及CC工作室的平台商店發售 如果有任何查詢 歡迎PM或電郵聯絡我們 不要等了,馬上加入 今天開始理財投資 我始終覺得在沒有希望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夠放下希望的投資 2019年,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香港人面對疫情,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搬屋搬錢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最後誰想 媽媽說,家人在哪,哪裏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那就是香港人的網台 我是Calvin 你收睇的是CC新聞 今集會連接國推背圖 台灣申請告字正當上 差不多兩個星期就沒有見到大家 不是很容易的 因為上星期我去了台灣的 現在都是友好 不要說以前的入侵 去了台灣現在的友好日本 所以上星期就沒有更新到台灣申請 不如大家說起 想起台灣和日本 我就去了一個地方 有一個朋友帶來一個地方 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去 就在這個門司廣裏面 有一個叫做 忘記了什麼地方 那個大樓的名字我突然說不出 那個就是中日港和紀念館 這個就是紀念當時馬關條約 即是清朝大敗 輸給日本 然後就割讓台灣澎湖 給日本 當時中國大清的代表 就是李鴻章 在旁邊的 本來簽過的地方 但因為中間經過戰火等等 就摧毀了 幸好中間那些文物 那些物件 就搬到旁邊的紀念館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 IG和Youtube的照片 IG和Facebook的照片 我就有薄餅製作片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還有 其實這個清朝的滅亡 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為他很有國情 很有中國特色 大家記得清朝 末期發生了什麼事嗎 當然有奸臣亂症這些 但是李鴻章的角色 李鴻章是不是一個廢柴呢 他不是 他不是 這就體現到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 一個只是想聽對他聽的 一個獨裁 一個暴君的管治之下 你就會聽到船堅炮離 你就會以為 北洋艦隊 天下無敵 北海艦隊 天下無敵 一夜被人打炒了 還有八國聯軍 列強瓜分 那些是誰造成的 然後就割釀給日本 日本的侵略 這方面 當然 你可以說是不對 但是 我們很冷血地去 評價這個歷史 如果沒有日本的 日本那時候是不是叫入侵 他在朝鮮那裏不肯走 然後就跟中國開拖 主要是這樣 之後就入侵了 如果不是日本這樣贏了拿了台灣 有沒有今時今日的台灣 很可能沒有 很可能在華人社會裏面 就沒有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我們不要用好壞公概評論 我們用一個客觀的評論的話 有時候 為什麼要讀歷史就是要這樣 其實我的歷史很差 很多時候我都會聽到別人 很多前輩 網台界有很多敵詩的高手 傑斯 蕭生 教主 細良 等等 我都希望 藉著我去 不同的地方 有所啟發 譬如說去到 日本的 大休 大休 也有一個 韓國的 二百紀念館 等等 去這些地方我都會嘗試去學懂多一點歷史 好了 就說說今集的節目 今集為什麼是推背圖 再加 台灣申請局呢 第一是講台灣的東西 但是也有些題目是在 推背圖裏面的 所以 無所謂 所以今集的節目就是Patreon 所有的訂閱者 再加上YouTube的會員 都可以受刊 如果你是訂閱小火的 或者YouTube會員的話 亦都希望 YouTube的會員可以 考慮加入Patreon 因為推背圖這個節目 就是Patreon獨有的 好了就正式開始了 上星期最大單事 當然是台灣地震 整個 從外面來說 首先我要再次很感謝 很多很多很多朋友的關心問候 台灣的地震就好像 沒有人覺得好事 沒有人很想 但是我想說 因為實際太多 太頻密 令到他們的生活一部份 當然我們不是可以說輕事 這件事很習慣 譬如我來到 都感受過 不算今次 因為今次我不在台灣 我去了日本 對上我有感受過兩次都挺大的 一次我在高雄 一次在台中 我節目有說過 在台中那次很經典 我和太太經典敲毫 那時候類似我生日之類 吃飯突然震 大家站起來 因為電話一齊響 地震警暴 四五級 也是在東邊那邊 大家站起來 震完了 很快而已 半分鐘左右 但你不要小看半分鐘 嚇死你 你未經歷過的話 你真的手足無措 我叫他第二次經歷 站起來 左望 大家全場人左望右望 左望右望 震完 繼續消耗 其實你沒辦法 現在很多朋友去台灣 其實是很有機會你會感受到 所以貴重物品隨身 帶水 充電器 電筒 這些我都不是 電筒我都不是經常帶出去的 當然你似著有手機 但手機一定要有電 基本上是這樣的 盡量 如果地震起來 最好就是有 要是 在一個 海面 露天的地方 但你不要看著 不要有東西摘下來 之類 室內就唯有 找東西頂住上面 最經典就是 這台底 這些 大家要有一個意識 其實無論身處世界各地 都是要有個危機意識 現在這個世界只有越來越亂 就說一下災情那些我不特別太講 畢竟不是一個新聞節目 我講一些有好又不好的地方 或者一些比較民生的東西 有什麼體驗到 台灣地震裏面的人間友情 或者是善的一面 首先我所講 台灣人民就很慣上這個地震 不過習慣到這樣 我真的覺得太佩服了 大家都算是媒體工作者 這些什麼是誇張的專業 這兩個新聞報道員 已經上了新聞 沒錯 這段新聞上了國際新聞 CNN Guardians 你在YouTube上搜尋 例如TV host TV anchor During Earthquake 很多國際新聞報道 因為這兩個 真的很厲害 CCTVB那些 假裝大風 很大風 旁邊的年輕人走過 有地震報道 現在我們的攝影棚 還在經歷地震 你真的嚇死人了 保險包不包 當然他們是很專業的 我又覺得是這樣的 他們應該判斷到震的程度 你說震到連攝影機 整個天花倒下來 你做都不能做 如果是 一般經歷開的那種感動 只是上下真 可能他們覺得 是頂得住的 攝影棚 但這鏡頭真的驚為天人 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台灣的專業記者 這次三立 就是楊威國際 嘩 真的嚇死人了 這樣做節目 當然是很佩服專業 還有我想說 台上一分鐘 這些不關稿不稿事 第一 稿在大字幕 即大字報 即有一個Display 你震到這樣 你是周圍看 你很難process到那些字眼 我相信有些不是稿 我想大家都可能很緊張 因為我也很緊張 這些叫做口才 這些是訓練出來的 這是別人的專業訓練 譬如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主持 但我 也有一個基本功 你突然間在一個地方 你叫我做一個簡單的開場白 你叫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些 不是我 所有網台主持都會做到 因為我們習慣了 我們沒有什麼稿 我們很少有稿 我們的訓練 就是說 我們就算知道說什麼新聞 但中間的起承轉合 那些是在盧裏面 因為我們做了十幾年 但是 別人 是專業 你不要緊張到 譬如我們很Casal 突然間你 口疾 突然間什麼都OK 但別人是上專業電視台 這些是會留在電視歷史上 所以 真是細菲尼塔歐奇 有興趣可以上YouTube看整條影片 相當精致 好了 第二個畫面 令到我和我的朋友 台灣朋友 貓爐 相當感動 當然是在 營救的過程中 其中 救了兩隻貓貓 看著過程真的很感動 尤其是我們的愛貓之人 你會知道地震的時候 小動物是很害怕的 因為狗就會周圍飆 很多都是 但是貓 會怕到不敢動 所以你會很 我見猶年 整個塌了最出名的大樓 就叫做天王星大樓 天王星大樓現在 都是一個 一個爭議性的 一件事 通常都是這樣 塌了就大家追究起來 台灣的 其實有這樣說 他這樣塌了 竟然很少大樓塌 因為 尤其是 2006年 2006年 之後 我忘記是2006 左右 因為當時經歷完 地震 所有的 蓋樓 都要按照一個 頂得住地震的指引和規則 所以如果你去台灣買樓 我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買一些 2006年之後 之後的樓 就是這樣 你看到花蓮也不是很多 當然不是很多高樓大廈 就算他塌了 他也不是塌到散了 但畢竟也是塌了 現在有人斟酌 說原來當時 在上一個市長的任期的時候 他曾經是一個警告的名單 但為何沒有做事呢 當時的市政府當然就是 扶崑期 稍後我們再講講 先講一些開心的事 地震裡面 救了一隻貓貓 其中的救護員 就抱了出來 我真的覺得這些 真是很令人感動的畫面 也是台灣 最美的風景之一 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尤其是前陣子 我和太太 不敢說舊 其實真的是舊 舊了一隻流浪 都很感動 所以 辛苦了救援人員 說完好事 當然是說一些醜惡的事 這些天災 如果發生在 中國大陸 當然是成為震災show 在台灣任何民生大小事 都會變成政黨的爭拗 這個是 沒辦法 情況都是這樣 一牽涉 天災 人和就牽涉 錢 對於中共來講 傑斯曾經說過 所有的院士長 在中國 一有天災就開心 因為就有撥款 這是很冷血 還有捐款 但這是事實 但你又不掛了院士長 因為沒有錢 沒有錢 我們回到台灣 其中一個爭議性 是捐款到哪裏 現在還在接受捐款 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有心的話 可以考慮 以通常情況 直接捐到 發生事的地方 不過是院士 但是 在台灣裏 你要知道 地區和中央 是 有很大的分歧 尤其是 大部分的地方 管治 都是非綠營 都是藍營 有個說法 當然是 我們講救災 不要講政治 我覺得是 沒有東西 不能講政治 沒有東西 是可以脫離政治的 尤其是花蓮 那個明星 這個節目也叫做放Youtube 我不要講得那麼盡 那個明星也是非常受爭議 尤其是剛才說的 傅昆琦 傅昆琦 是被抓過 坐過 是貪污的 當然他現在是國民黨的召毀 就是這樣 所以國民黨 真是很有趣 韓國瑜 一個 最高被罷免的市長 現在就做到 立法院長 而且現在民望很高 然後一個就是貪污的人 現在就做了這個總召 但是沒辦法 因為他在花蓮裡面 清王清霸 花蓮之前他贏了誰呢 傅昆琦 蕭美琴 蕭美琴就贏了他 然後又輸給他 但是蕭美琴現在轉跑到他是副總統 所以 很有趣 很多人質疑 花蓮的籌款 錢究竟落不落到災民手上 所以中央車出來了 中央的福衛部 所以現在 你們捐款的話 我不敢給意見 我自己 我公司 當然是要捐少少 我們公司現在在台灣營運 不是說生於私 現在叫做掌於私 當然要 很合理地 我同事 他跟我說了 現在有些爭議性 不如你直接 捐到中央這個戶口 現在已經超過三億多 捐款 如果大家有心的話 就可以 其實也開放了很多渠道 Line Pay 四大超商 全部都會開放渠道 進行捐款 其中 剛才說過花蓮王 虎昆琦 他就出了一個貼文 說到他家都鎮得 媽媽都不認得 有時候真的挺好笑 他就出了他家的貼文 這些不是社交媒體的時代 你要先看看照片會不會出事 那張照片是出事 左邊的他家 右邊的羅志強 不要理他 他左邊的家 在家裡 就被人發現 全部都是禮物 全部都是禮物 人家是花蓮王 還要立委 還要召委 總召 收一些禮物 很正常 台灣也是華人社會 華人社會最喜歡送這送老 但是 你也找一個震得 你也找一個沒那麼爭議性的照片 被人看到整個地都是禮物 錢 錢 他現在刪了帖 刪了帖 這些就是抽水抽出火 右邊的羅志強 羅志強這個 就是經典人物 很遺憾 苗邦亞就輸了給他 話說 關於中央開了一個 基金會 去鎮災 而地花年縣的捐款 就少了 花年縣就少了 羅志強就說 這個綠營 就在攻擊 抹黑 就說你經常都說以前 花年縣的捐款 不知道去了哪裡 結果找不到什麼 結果又是沒有 又說借意抹黑 我覺得 怎麼說呢 真是沒辦法 真是沒辦法 他也不是沒有 你也抓不到他的錯處 你這個時候也不會 拿回花年 以往的捐款問題出來說 你也是事由先說 事由就沒人理會了 就像豆腐渣工程 說到豆腐渣工程 其實 你現在回想 當時做的事是否很適合 當時他說的豆腐渣工程 被人說 鎮災的時候說這些東西 結果 下一次又想過 其中 說的秋水 笑不得這傢伙 這傢伙 那時北上頻道也經常說 凡是天災人禍 這個陳光彪出來 就捐一些錢 就叫做首線 他就說捐一千萬 給台灣 我覺得這樣 如果你就這樣捐 那我當然是歡迎 即是歡迎 多謝你 你話知道你出於什麼的心 你覺得他是不是這麼單純 只是捐款 當然不是 當然不可能 其中一個蔡正元 這傢伙 我想也免得出他 大家知道他是一個優毅的 正義兄弟 他是藍的 但是總之就是 超級反綠 都是藍的 不過藍得來 又會貼在OPU 總之就是親共 非常親共 分享了一張照片 然後我看到很多台灣人留言 就說 對岸的朋友 怎樣怎樣怎樣 多謝 政治歸政治 我覺得真的太天真叫了 太天真叫了 你猜他拿一千萬出來 給台灣 不會沒有批核的嗎 沒有目的的嗎 沒有目標的嗎 當然我是抽水 我們捐款給我們的同胞台灣 有人說 你不要說這種話 當然說這種話 不要這麼天真 現在作戰作 我想說很多台灣人 你可以用一個很坦然的角度 去面對這個戰亂時刻 就像烏克蘭 烏克蘭 前線的人當然是打仗 烏克蘭後面的人 都是生活如常 上學的上學 賣東西的賣東西 弄麵包的 難道是怎樣 你可以有這樣的態度 但你要認知現在兩岸作戰狀態 人家當然想爬過來 還在說什麼 不要打仗 烏克蘭後打仗 浪費了 打開了 為什麼開了 你可以罵烏克蘭 起鋼 但同一時間 因為你國民黨執政時期 你沒有力 你自己不夠根兩 你自己的實力 弄得不夠厚 不過這樣 就算國民黨 就算不是那麼好 國民黨 長期是綠營的 你以為中國不按過來嗎 其實不關台灣的事 烏克蘭沒有準備嗎 不過這樣 你也可以說 習廉斯基之前 也是溫和派 沒有人想去挑大國 就算是台灣綠營 都不是想挑你的大國 但是有些事情到最後 始終到了國家主權 你不能退讓 尤其是 你不是鄧小平 鄧小平的年代 或者是胡溫的年代 所以為何鄧小平 陰點了胡錦濤 你現在看到 鄧小平儘管有千般邪惡 他是真的有 目光在 他知道共產黨的本質 你就是不可以走出去 你走出去 你就會被人打 因為 不容於天下 這是共產黨 你好像胡錦濤 家醜就不出外傳 但是他又想不到胡錦濤這樣的性格 就被江澤民欺負了十年 搞得沒有什麼好處 不過就算是這樣 胡溫年代 是不是客觀上也好很多 大哥 OK 講完了 陳光彪就不說了 好了 抽水的 逐級逐級來 說韓國瑜 韓國瑜 Facebook出文是什麼呢 提到 我國有千年歷史 就說 台灣地區也發生過 嚴重 我國有千年歷史當然是說中國 台灣哪有千年歷史 你不要說 紅毛 荷蘭 荷蘭 那些 然後你講台灣地區 就是矮化台灣 這個用詞 就跟中央完全一樣 這個 綠營當然是會拿來攻擊 韓國瑜 當然是中共的proxy 這個也不需要爭拗 所以這個其中一個例子 但是最精彩 就是緊爽了 這次很精彩 這個抽水 就緊爽 他就在聯合國那裏 代表台灣 這樣就被人咬飽了 沒辦法 現在你又不能說得太盡 你問我呢 我自己立刻想想 當然我不是說台灣應該要這樣做 但是我心裏的V.O 馬上說 感謝 對面國家中國的支持 只要你玩大 我們很感謝有國 中國的支持 但當然這個不可以這樣說 你不是糟糕嗎 這些就是垃圾抽水 OK 所以說起這些國民黨這些人 我不是說國民黨沒有好人 我不是說陸營全部都是好人 而是你看到 在這個時勢裏 國民黨還要抱著一中的路線 中國的路線 其實我作為外人看 這是台灣的事 但是我作為一個住在台灣的人 我覺得 其實真的很憤怒 最令人憤怒的 唉 不說一句也要說 六人家這個 這個混蛋 這個混蛋 這個馬英九 這個老而不死 視為賊也 我又不喜歡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 六人家 是一個很寶貴資產 和很可愛 你看譬如 明居正老師的那些 但是這個混蛋 你不如快點死去吧 現在在做什麼 天天夜夜 他又不會等錢花 他又在政治上 你不會再有任何作為 你想做什麼 你想入黨 我真的不知道你想做什麼 你想做常委 你再沒有穿進了 或者就是因為這樣 錢又不缺 地位又不可以再上 我唯有就擦存在感 或者是這樣 我不知道 在總統選舉 已經弄了一招 就玩了侯友宜一招 無緣無故說什麼 要相信習近平 是不是 然後立即民調跌了幾% 然後到最後做世大會 都不讓他上來 已經衰到這樣 然後他還要去訪問中國 然後就哭了 長程不說 長程有哭 說什麼黃花江有哭 他用什麼身份去 就是前國民黨主席 所以國民黨是入理數 亦都顯示到國民黨是完全控制不了馬英九 當然 理論上 可能是今天 今天 就會馬集會 我節目出門是今天下午馬集會 為什麼選擇今天 因為今天就是 日本美國峰會 所以中國就要這樣去 這是很共產黨特色的 美日 中會都時少 之後是美日 飛 菲律賓 史上第一次美日 是非峰會 劍指的劍指是南海 就是南海中的劍指是中國 所以他就在南海中找回馬英九 而馬英九就跟他做猴子氣 我想說這件事多麼 剛剛陸委會 就說了 其實每年審批給香港人台灣身份的數字 是穩定上升的 OK 只不過申請數字很大 這個我想是沒有造假的 但是他在接下來 因為他在過程中 發覺有五分一的香港人出生於大陸 所以就唯有加強審查 我認為 我理解的 加強審查 起碼現在批得快很多 這個事實是批得快很多 即合理很多 12月好像批了二百多人 我理解一個審查 但是我想說你可以怎樣審查 第一件事我覺得你很難去審查 因為 這個不是一個原則 他出生大陸 不代表他一定是親中的 老實說 很多出生大陸都是反共的 反過來你很多香港人 你就是乃貢 你看香港政府的垃圾狗官 而同一道你放回台灣 你看看有些馬英九 你看那些 國民黨的親中那些 大佬 選舉前整班原事長走過去的那些 你先搞定你自己 當然公開人不能這樣說 香港人的疑惑就是 你裏面有很多鬼 你裏面大家親中 串通中共的大把 之前那些黏鼻好友 之前那些 多少網軍是由你那些 TikTok 那些等等 你 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可以怎樣審查 一個出生大陸的人 究竟他是不是代表親中 還是會親民主自由的價值觀 那我就不知道 剛才說了 最重要的是 4月10日即是今天 日本的岸田文雄 以及出訪了美國 這個當然非常重要 更加重要 就是首度舉辦的美日非 這個峰會 這個就很重要 這個細節我都不需要特別說 整個picture裏面 有幾件事我們要留意 就是菲律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菲律賓自己也沒想到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他是美國的棋子 我想說如果美國的棋子 如果得到美國的保護都比中國去郵輪 入侵 中國其實是在入侵人海域的 南海仲裁法判了中國輸 我也不知道小粉紅可以怎樣鬥 日本和菲律賓就是美國在南海的 槓桿點 即是 無論軍事金融上面 跟中國有什麼衝突的話 再說白一點 美國就背後操盤 他會借用日本和菲律賓 跟中國抗衡 因為美國 始終不會想跟中國直接抗衡 你看到派耶倫街就是這樣 派耶倫街就是 就是最柔和的方法去說 你再傾銷的話 我就加你關稅了 但是你在另一方面做些什麼 大家都可以打兩手牌 正如中國同一時間在聯合國 說到什麼 要幫助台灣 血量案一加親 然後繼續派共機去擾台 所以 中國也不需要你說些什麼 他背後的動機就是 要頂住自己的 權力 地位 美國也是這樣 就是在南海 壓制你 這是海上的實力壓制你 當然是增加軍備 動物要配合 資訊流通 中國一有什麼移動的話 菲律賓日本要聯合行動 這個才重要 你只是菲律賓沒有用的 他沒有作戰經驗 他沒有大規模跟中國對峙經驗 你一定要用日本 所以菲律賓地理很重要 美軍是可以用菲律賓基地 現在在談的是什麼 就是美軍和日軍輪流進駐 那你就糟糕了 那你就糟糕了 你是不是真的在南海上想玩東西 所以是有機會擦槍走火的 但是我們 總之我們知道方向就是 菲律賓日本 在這個南海裏 美國只會 擺更加多東西 軍事上 武器上 資訊上 資源上 金融上 等等 那就看看你中國如何接招 整個圍堵之勢 從19年開始 方向上沒有任何改變 那麼台灣人如何自處 真的希望可以 希望自強 和認清事實 跟中共 沒得談 沒什麼好談 OK 今天的台灣新政局就是這麼多 我立即準備一點新聞 今天的patreon遲了 不好意思 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 大家好我是Ke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一至十月 每日超過一百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講故就好了 私事工作室 懇請大家 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 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 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你任何一個賬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 等等 盡快把所有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 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猶責 財富BB 班 歡迎來到財富BB班 如果之前單購過三小時港義的網友 又想收看之後的補給糖更新 機會來了 最新的六小時一至十五集補給糖 經意上架 如果從來都沒有訂購過課堂 我們也推出了最新的完整九小時港義加一至十五補給糖 這兩個產品 經意分別在財富BB Club 和私事工作室的平台商店發售 如果任何查詢 歡迎PM或者電郵聯絡我們 不要等了 立即加入 今天開始 理財投資 大家好我是Ke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一至十月 每日超過一百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講過就是這樣就好了 私事工作室 懇請大家 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 財產 不要給匪徒 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 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賬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盡快將所有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 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警察 我們在這裡 我們的官司 我們在這裡